5月15号,中国戏剧梅花奖首次在香港设立了分会场 入围此次梅花奖的京剧演员张家春 及其所属的中国国家京剧院也随赛事赴港表演 让香港戏迷有机会参与及观摩国家戏剧界的盛事 作为首次在香港分会场争取国家级奖项的演员 张家春形容自己的心情兴奋又激动 我觉得心情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荣幸 很高兴就是这次能来到香港 因为毕竟梅花奖第一次在香港设立分会场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份非常高的荣誉吧 我觉得意义就非常的深远了 因为首先它是梅花奖40周年首次设立分会场 再一个就是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带到香港 和香港观众能够交流,能够探讨 我觉得这都是一份很深远的意义 梅花奖创立于1983年,被誉为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 今年全国共有17位演员进入中评名单 其中入围的演员张家春及其所属的中国国家京剧院 于5月15号下午在港竞演经典剧目《春草闯堂》 并由梅花奖评委专家团做现场评审 同一剧目还将于5月16号再做演出 两场节目均公开发售门票 让更多香港观众欣赏到国家级高水平的戏曲表演 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田磊向记者表示 对演出充满信心 他透露此前也有过在香港表演的经历 并亲身感受到香港戏迷们的热情 中国国家京剧院成立于1955年 首任院长为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 60多年来 院团致力于传承与创编中国京剧 汇聚了众多京剧艺术界的杰出人才 为京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表示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积极及稳妥的推进 中国国家京剧院作为国家级的院团 应该在推进大湾区文化建设中起到示范作用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湾区的建设 正在积极的稳妥的在推进 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大湾区建设当中 我觉得文化的建设是应该首当其冲 而文化的建设的话 国粹京剧艺术不能缺席 而且应该走在前面 因为内地和香港人文相同 人脉相同 血缘相同 而且国家京剧院是作为国家级的院团 在大湾区建设当中 应该是走在前面 做起到释放的作用